OK 如果你看回他自己2021年的statement donation 48万 advertising income 有35,000 我当他今年多了一点 merchandise sales 去年有13,000 你当他今年多一点 他的revenue 就是529,000 或者你齐头 当他今年有55万 那他的expenses 那里有一些流流流流流 最大有几个数 就是salary 每人4万多元左右 加上8万元 那subcontract expenses 那个数 就是他最大的expenses 139,000 那你知道有嘉豪和他做事 嘉豪都要收他钱的 那有时他 或者可能要租些 equipment 好像你刚才说租车 或者租墙地 或者租墙地 乱乱乱乱都要钱 那我expect subcontract expenses 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也都会 应该去回 周和Fianna 的overtime 那其实他们4万元的salary 收得自己很低的了 呃 我会expect 如果他真的做这件事 full time的 每人under 或者around 十万元左右 就是当然是 算是reasonable 如果你出来做事 你希望有个six figure income 每人十万元一年 其实我都觉得ok 所以他们现在 tick the salary 那么低呢 我就会encourage 他们自己 会加自己人工会好些 那totally 他的income statement 剩下的就是 二十二万四千 那就是从那里呢 他就estimate 他们每年 如果是run 二十四万 即是两千元 一个月 sorry 两万元一个月 那就可以run到整个台 那但是我反而就想 他们可以 筹多一点点钱 比如他可以好像 新动力那样 就是共产党给钱 新动力 买了整个studio的 做些很大的production 那我也希望 香港台将来 可以做到这件事 可以自己 买到自己的property 如果真的 他们香港台 都有个studio的呢 那多些 黄丝的人呢 就可以用他的studio 做广播 那就变成了 我们真真正正 有个平台呢 就可以打击新动力 那就变成了去 压止了共产党 在多伦多 起码 宣传机器的攻势 那似乎 香港台就最有机会 做这件事 那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 这样的计划 去买自己的物业 那如果要的呢 他们每年 如果存25万 存4年才存到100万 那100万买到些什么呢 可以买一间屋仔的 买一间condo 或者买一间townhouse 或者买个commercial building 真的整个studio呢 那如果他有这样的计划 真的推出来呢 那或者多些人会付钱他 那但是 so far他也没有说到 这件事 那我希望他将来 会有个计划 就是想买自己的production studio 那如果是的呢 那我情形之下 筹筹筹一百万呢 那可能会有人帮他 如果